好 下周是國立的4月25號到5月1號 那5月1號各位知道都是勞動節嘛 另外4月27號那天還不錯喔 有得天財又地財 這麼好 因為通常財星另外還有什麼 武富天富各種的財星啦 那麼那天有兩個財星都到 表示那天很適合去投資啦 去千塊六個財啦 開戶 或者去討債都可以 喔喔喔喔 表示這種好日子啦喔 可以得到錢財 好 12生肖 我把它分成四組來做個順便 首先第一組 豬兔羊的 豬兔羊呢是不可鬆懈 繼續努力 表示它上個月後的上一週都還不錯嘛 那你現在不要鬆懈下來 繼續還可以維持你的好運 好 這個我給它三個讚的評語 好 下面第二組的是狐馬狗的 狐馬狗呢是正通人和大顯神通 這正通人和就表示說天時地利人和 你自己很努力 那在各方面大顯神通 當然這就是業績啦 成績方面都不錯 所以這個是最好的 有五個讚的評語 好 下面是蛇雞牛的 蛇雞牛的要注意囉 反省自己改變態度 表示一定不是怎麼樣啦 你要改變一下 所以運就可以轉過來了 只有一個讚的評語 好 最後猴鼠龍的 猴鼠龍也不錯 活力旺盛 競爭力強 這當然是指工作方面的競爭力啦 所以這是指 這裡有四個讚的評語 好 最後有加碼 12生肖裡面有三個生肖特別好的 首先 錢財最旺的 錢財最旺的是狐馬狗的這一組的狗的朋友 第二個 事業最強 事業最強呢是屬老鼠的朋友 好 接下去還有一個桃花最紅的 桃花最紅的還是在這一組 因為這一組本週是五個讚嘛 是屬馬的朋友 好 好好把握下個禮拜的機會 而慷慨撒驚喔 醉人桃花 可能會遇到滿喜歡的對象 然後請拿去吃飯 或者是說朋友幫你介紹對象 那你就請朋友一起吃飯 就是很慷慨 然後遇到很不錯的對象 桃花越融蝗 接下來呢來關心星座 下週各星座的整體運勢 許綠光老師 來 4月25號到5月1號 看你的太陽星座跟你的上升星座 蕭克力的太陽是水瓶座對不對 那上升 因為你不知道你是幾點身 所以你的上升不確定 那翠平的太陽是雙子 上升是天平 來 4月25號到5月1號呢 這一個禮拜啊 天上的天上其實蠻吉祥的 很適合你去做任何事情啊 工作啊 事業啊 所以這個禮拜你可以好好把握 那我們從一顆星開始來揭曉 一顆星呢 如果你是雙魚座啊 雙魚座受到的影響比較大一點 特別是健康的部分啊 會有一些起伏 比較容易傷風啊 感冒啊 拉肚子啊 你自己要用心的去照料一下自己的身體 再來一顆星呢 還有是射手座 射手座呢 會遇到的情況啊 是你一直跟一些身邊的人啊 一直溝通不良 想法一直都不能夠磨合啊 所以你要耐心的再好好跟他周旋一下 自己生氣也沒有用啦 再來一顆星呢 還有天蠍座 天蠍座呢 在這個禮拜呢 可能會跟你的另外一半啊 計較一些小事 特別是跟錢有關的 比方說這個該不該花 那個該不該花 其實都是小錢而已啦 退一步呢 就能夠平息你們之間的爭議 再來我們看三顆星有誰呢 三顆星呢 水瓶座上榜 水瓶座巧克力 水瓶座呢 在這個禮拜呢 其實還蠻慵懶的 慵懶就是啊 沒有很忙啦 吃吃飯啊 聊聊天啊 剪剪頭髮啊 做做spa啊 出去玩啊 生活還蠻享受的 然後呢 單身的人呢 會有機會 卸購到一個感覺還不錯的對象 再來三顆星還有誰呢 巨蟹座 今天解釋吧 巨蟹座呢 這個禮拜呢 欸 貴客臨門喔 是屬於財運很旺 然後貴人運很旺的一週 然後喜贏財氣 OK 好好把握 再來三顆星呢 還有天蠍座 天蠍座呢 在這個禮拜呢 突然之間啊 全身都放電喔 魅力四射 然後在人際關係當中 會變成萬元米 好 再來我們看四顆星呢 有誰 四顆星呢 牡羊座上榜呢 牡羊座這個禮拜呢 努力有成 歡欣收單 意思就是說 你之前前幾個禮拜呢 很辛苦的耕耘的客人啊 在這個禮拜 你都可以順利的 把訂單簽下來 再來四顆星呢 還有這個 許子座 許子座的朋友呢 在這個禮拜呢 慷慨撒金啊 醉人桃花 可能會遇到蠻喜歡的對象 然後請他去吃飯 或者是說朋友幫你介紹對象 然後你就請朋友一起吃飯 就是很慷慨 然後會遇到還不錯的對象 桃花運很旺 再來四顆星 還有處女座 張老師上榜 處女座呢 這個禮拜呢 多方貴人 相扶千層 會有很多人啊 不管你是你的上司啊 還是下屬啊 朋友啊 還是家人 不管你想做什麼 就會發現很多人在幫你的忙欸 OK 再來我們看五顆星 五顆星上榜的呢 有摩羯座 摩羯座呢 這個禮拜 財氣走望 不管你是投資啊 理財啊 手到勤來 是賺大錢的一週 再來五顆星呢 還有雙子座 雙子座呢 這一週呢 旅途艷遇 怦然心動 那如果說你已經有另外一半 可能也會發現有人呢 對你放電喔 然後跟身邊的朋友呢 相談甚歡很愉快 我們把第一名呢 搬給金牛座 黃老師上榜了 金牛座這個禮拜呢 火力全開 全面大旺 在桃花啦 工作啦 金錢各方面呢 都很棒 那現在我們來加碼 財運最旺的呢 我們搬給摩羯座 桃花最旺的呢 我們搬給雙子座 然後事業最旺的呢 我們搬給金牛座 唉唷 不錯呀